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大戶羅盤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機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喜歡的視頻 好 我們直接來看盤大盤今天中場上漲56點 ODC小跌0.75點 同學今天基本上它還是個整理盤 還是整理盤 雖然說指數上漲56點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第一個ODC沒漲 第二個呢 跌的加速很多 今天上漲加速你把它加起來的話不到500加 不到500加 1700多當股票裡面不到500加在漲 1200多的股票都在跌 所以這個盤怎麼樣 這個盤還是整理觀望盤 觀望盤 好 那我們今天來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 今天AI大牛有回神 像廣東那些都有回神 怎麼又開高走低 第二個 禮拜四台股基本上方向都出來了 好不好 那現在AI怎麼樣 AI大部分都在整理 其實整理喔 我認為整理歸整理啦 你要先把強弱股喔 你要先把它找出來 因為如果說禮拜四喔 沒什麼狀況的話 沒什麼狀況的話 這個後面喔 你不要忘了喔 現在8月底喔 後面還有投信作章喔 這搞不好會整個這個氣勢啊 這個勢頭搞不好延伸到9月去喔 所以呢所以你要先把強的股票先把它找出來 好不好 好我們先看今天的這三支股票喔 一樣偽創廣達技嘉 同學偽創廣達技嘉今天都有漲對不對 那為什麼今天他們都有漲 其實也是主要今天就他們這個在漲啊 甚至台積電也有在漲啊 所以才把指數墊起來啊 但是呢但是 欸怎麼像我們剛剛開始跟他說的 怎麼都開高走低 同學其實重點不是這三支股票啦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輝達啦 輝達才是重點啦 輝達如果沒漲的話 這三支也不會漲啊 主要是昨天輝達在漲啦 輝達漲了8%多啦 多名分定師在財報出入前調高目標價啦 也就是說什麼 大家現在在壓寶啦 在壓寶啦 壓你禮拜每股美國時間是禮拜三晚上喔 美股週三啦 台股這邊就是週四你就看得到了啦 所以大賴壓寶 輝達一定會講得非常不錯 所以就是開始在調高一些目標價 我現在調高目標價的部分喔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提過 比如說像昨天 其實昨天已經一大堆AI的那個什麼 AI的新聞都是什麼 全部都正向的新聞喔 今天還有什麼美國那個英國啦 英國他也要怎麼樣 加入AI的軍備競賽 然後呢輝達目標價 我現在之前我們已經提到一千塊對不對 Alessia 寫一千塊嘛 對不對 然後輝達這邊呢 輝達什麼八百啦 五百六百八百什麼 都有人寫啦 全部都在講這東西啦 但是呢 但是 啊你講歸講啊 對講歸講啊 你到時候這個出來的狀況到底怎麼樣 這狀況怎麼樣 到底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啊 你弄什麼沒有人知道啊 所以就是禮拜四啊 同學 禮拜四只有兩種情況啊 大漲跟大跌啦 只有兩種啊 大好跟大壞啦 只有全雷打跟三陣啊 沒有什麼一零安打 二零安打 沒有這種東西啊 基本上禮拜四就是大好跟大壞啦 而且呢 而且如果說你把這個新聞結合的話 台股應該怎麼樣 禮拜四方向都出來了 台北股市啊 應該禮拜四的方向都出來了 因為現在守半年線嘛對不對 歐利息基本上 歐利息基本上是弱的嘛 弱的嘛 歐利息弱的啊 半年線也跌破了 這倒是半年線嘛 半年線歐利息已經跌破了嘛 現在怎麼樣 現在就是個股表現在維系人氣嘛 那台股在守半年線嘛 基本上禮拜四方向都出來了啦 也不用等禮拜五了啦 禮拜五是什麼 禮拜五也有重要的事情啦 就是什麼 叫做傑森後的全球銀行年會啦 也不用等他講了啦 禮拜四方向都出來了啦 會他如果講的不好的話 摘下去的話 禮拜五 你講的摘也好也沒人理你了啦 你懂事嗎 其實這個東西已經不用理他了啦 你懂事嗎 因為重點就是禮拜四 禮拜四台股的方向就會出來了 這個已經不是重點了 所以就這個質疑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不用多談 因為他不會是重點啦 他不會是接下來的重點啦 重點就是禮拜四而已 就禮拜四啦 所以禮拜四 希望不會有什麼差錯 我只能說希望不會有什麼差錯 當然我的看法是比較偏正向 我的看法是比較偏正向 因為其實股價基本上它是會說話的啦 會說話的話 今天我們就用點時間 因為禮拜四大貨大壞嘛 你只剩明天可以佈局而已嘛 但是如果說你要補一把的話 你說啊老師我有膽小 我說我會怕 那你用看的 你用等沒關係 不過呢 不過這個如果說後面真的沒什麼狀況的話 你的成本會墊高很多 好不好 不見得是10% 可能會20% 搞不好搞不好是這樣子啊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你要拼一把的話 這個地方你要先怎麼樣 你要先把到底誰是強勢股 誰是弱勢股 你要先把它分清楚 好不好 如果說以代工來講 同學以代工來講啊 誰最強 廣達最強吧 應該是廣達最強嘛 為什麼廣達最強 同學其實簡單判別強弱度的方法 就是大盤這首半年線 這個股票 大盤這首半年線 歐利息已經跌破半年線喔 你從盤勢線以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弱勢股喔 很多人看行情有沒有是怎麼樣 是用這個指數在看行情有沒有的 你懂是嗎 大盤沒行情 歐利息沒行情 那同學 我現在我一直在跟大家說 你要看的是結構 結構才是重點 那個指數不是重點 指數很重要 但是不是重點 因為有太多的東西 指數包含太多東西 指數不能代表所有的股票 你最近AI在強 你買到AI 我相信你很高興 你買到生技股呢 買到軍工股呢 你很痛苦嘛 對不對 都買氣嘛 動不動創新低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股票的選擇 股票選擇你要選什麼 選強的 那強的如果說現在強的主軸整個在AI的話 代工最強是廣達嘛 對不對應該沒錯 為什麼 你看廣達現在的狀況 他離錢高沒有很遠 應該沒錯吧 他在17號的時候才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你說這幾天有震盪 有震盪沒錯啦 但是呢 他軍縣是沒跌破的 他離錢高他再拉一根他就過高點 應該沒錯吧 所以他是最高的 最強的 那偽創呢 偽創當然不太強嘛 偽創連月先都沒震上去嘛 雖然說他也有漲啊 但是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你可以先看什麼 你要先看廣達跟技嘉 廣達跟技嘉 而如果說 提到供應鏈的部分的話 我現在提到供應鏈 我相信我們之前送回大家資料對不對 資料理論我跟大家說到什麼 最強的AI的族群在哪裡 西西也有嘛 板材的相關最強嘛 應該沒錯吧 板材相關最強 經過這麼多天 我們再來驗證一下 台光電 那是我們7月多的時候 台光電拉著台藥嘛 在7月中的時候 那時候多少 318-018對不對 那時候怎麼樣 那時候基本上都是強勢股 你看到現在為止 看到現在為止 17號的時候 他怎麼樣 他已經跑到400多了 17號開始我相信盤是比較 已經進入震盪狀態 因為怎麼樣 因為已經在等 禮拜四了 市場上已經知道說 禮拜四回答了財報 市場在等了 開始晃來晃去 那晃來晃去 同學 17號的時候再435 17號的時候再128 你看到今天為止 已經22號了 準備要下好離手了 你只剩明天可以下好離手 台灣電在哪裡 43.5 40 同學 他經過這幾天 他只跌一塊半而已 跌一塊半 對400多塊的股票來說 根本就不叫跌 你懂什麼 他根本就不叫跌 400多塊 這陷阱就是40幾塊 才跌一塊半而已 基本上 沒有跌 而且 他還在 時日線上 大盤在手半年線 他還在時日線上 而且均線全部都多頭排列 所以他最強 基本上你錢夠的話 你要買最強的股票 如果說你錢不夠的話 資金有壓力的話 你看到最強的 你才去做相關跟他有關係的 那跟他有關係的 其實基本上怎麼樣 就是台藥 台藥 也不能說他弱 但是他沒有那麼強 你懂是嗎 因為台藥 你看這個台光電 離錢高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完全沒下來 台藥他是有下來的 那目前怎麼樣 目前在 剛好你在月線 你跟大盤比一樣相對強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 叫什麼 叫做他昨天投信大賣 他昨天投信是大賣超的 是不是這個部分 有些投信的落袍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你要看最強的 我們要先從台藥店開始看 先看最強的 那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 比如像見頂 見頂在8月初的時候 跟大家提到說 在179.5 對不對 其實他已經漲一段起來 那漲一段起來 但反而這邊報告太出來 你看到今天為止 他今天跌一塊 184 同學 大盤在守 半連線 他跟台光電一樣 他連10線都沒破 他上去就沒下來了 而且這一根 有上引線的大量區 是投信 基本上投信買最多 那天的量也最大 他目前為止 他這個大量區 他沒有失守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什麼 他上面沒有什麼掏勞壓力 大量區在這一根 你這根低一點跌破 就什麼樣 可能就挖賽了 有人套在上面 套很多 但是呢 從目前來看的話 他在這個位置 他怎麼樣 他沒什麼掏勞 你懂什麼 他是沒什麼掏勞的 而且呢 投信目前反而這邊還在買 甚至投信目前就賺錢 10線也沒破 所以你就這個PCB部分的話 今年也是強的 而且呢 他今年可以賺10塊 他跟台光電比較 那個金箱電比較不一樣 金箱電今年頂多賺67塊 你看沒錯吧 其實金箱電也強 金箱電上去的沒下來 金箱電 8月17號 200多塊嘛 其實金箱電也沒下來 但是金箱電今年就賺67塊而已 67塊 今年賺67塊 明年賺10幾塊 現在股價200多 見頂 今年賺10幾塊 明年賺10幾塊 明年賺的錢跟金箱電其實不相上下 但是呢 股價已經怎麼樣 股價已經差20塊了 你懂的是嗎 如果說以昨天來講 因為今天反而那個資料還沒出來 如果說以昨天來講 反而到底還在買誰 台光電也小條一點 台藥大條 金箱電小條一點 只有見頂是怎麼樣 是還在開單還在買金箱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出兩支牆 一支叫什麼 一支叫金箱電 一支叫見頂 一支叫什麼 一支叫台光電 好不好 我們再接下來往下看 上游的 上游基本上有兩支 一支叫金居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那個建榮 建榮是做銅箔 那個撥欠布的 然後金居是做銅箔的 銅箔 銅箔 就金居來看我們那時候 61.9塊跟大家做示範 再來呢 再來是不是連拉三根 連拉三根 今天在那邊做整理 其實整理 整理歸整理 均線有沒有跌破 均線沒有跌破 投信有沒有實際在開單 投信持續在開單 所以如果說你從上游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金居 我認為基本上還是可以留意 還是可以留意 因為怎麼樣 很簡單嘛 大盤在守 半輪線嘛 這個還在軍縣市上 而且他今天怎麼樣 他今天基本上沒什麼長到的 他還具有一個什麼 比較大的優勢就是 他有機會補漲 8月應該是高階同伯要出了 他會長這個理由 高階同伯而已 他沒有別的理由 做同伯的還有什麼理由 就高階同伯要出而已 做這個理由 投信如果說有來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投信是相信的 所以像這個部分還可以持續做留意 如果說AI的部分 AI的部分有什麼狀況的話 有什麼狀況的話 資金可能會往別的地方移 往別的地方移的話 其實也只有兩個可以移而已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車電 車電的話 這是今天的電影跟華府 你敢說不用什麼 你看那時候我們在講 八月 這華府啊金居公華府啊 表現沒錯吧 華府今天怎麼樣 華府今天 又長停了 45.9 噴出 但噴出我認為這個地方 你也不用國度追 你看什麼 我現在我們的華府 華府也不差 那時候講125 然後呢 然後現在141 今天還有一場 今天141 已經拉多少 拉20塊上來了 那電影那時候8月18日 4億多 這個晃一下 這個什麼 調人線上一線是不是 調人線上一線 什麼過兩天又創新高了 怎麼那麼奇怪 同學沒有什麼奇怪 就是資金就往 你要先往題材的部分去靠 那題材的部分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啦 智邦跟企機 企機稍微震一下 智邦還在創新高 這個都是什麼 這都是投心一直在買的 投心在買 今天還加一個什麼 還加一個智益 反正就是智邦企機 智益都是投心一直在買的 然後呢 創新高就代表你 比大盤強嘛 不是嗎 大盤在手 半年線耶 那麼弱 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你說大盤弱 所有國家都弱 不是嘛 結構不一樣嘛 智邦昨天創新高 今天繼續漲 起雞 昨天創新高 今天換智益創新高 所以這一組怎麼樣 這一組基本上也是法人在照顧的 所以搶的股票 同學搶的股票 基本上你要先 你要先把它抓出來 你要知道後面怎麼做啦 好不好 先看搶的啦 行賊先行王 四人限射嘛 不要看到拉這個 看到拉這個 就買一些奇怪怪 看到仙境光在拉 都買仙境光 看到仙境光在拉 哇趕快買雅光 很奇怪 就買強的好不好 買強的會做的 好 那我們最後看這個東西 這是今天那個 內製出的一篇報告 內製出的報告 就是講一些產業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禮拜四基本上大漲大跌 大漲大跌 當然那個對盤勢可能會有比較大的震盪 我個人認為基本上應該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好不好 因為如果說你就有法人來看的話 其實法人的看法也是一樣 為什麼 就只有AI AI獲利貢獻文量 只有這個東西 那當然伺服器的部分 其實就AI的部分 因為AI的伺服器資本支出它太大了 你一台AI伺服器可以買食材的一般伺服器 那現在軍備競賽都往AI伺服器在擠 所以它會擠到什麼 它會有一些排擠的作用 那會有一些排擠的作用的話 當然怎麼樣 當然這個東西其實它毛利高 應該是毛利高 而且年負額成長率是高的 法人不是看本益比的 法人就AI的部分是看本益成長比 好不好 本益成長比 所以如果說你看成長的部分來看的話 就是有機會成長 其實你看這邊 其實大家也是在估成長 第三季第四季 營收季增26%20% 什麼川湖這些 反正講這些都是什麼 川湖第三季計增7% 然後到第四季變47% 獲利17% 50% 所以其實大家都怎麼樣 都是往第四季或是往明年去看 沒有人在往前看 當然現在8月份 我知道有人在關心什麼 有人在關心手機的部分 因為今年怎麼樣 因為蘋果手機要出的平概股都沒聲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平概股要出了 怎麼蘋果股 他躺在那邊 不會動 沒有為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 反正沒有在講 就是第二季的iPhone 但第二季還是出舊的 再來主要講新的東西 就是第三季 第二季這部分年檢 記檢 就不好 第三季怎麼樣 第三季大家都在看iPhone15 升級規格 主晶片 A17台移電 面板 LTPO 三星 Ultra機種 用淺化式鏡頭 水晶 水晶光電 還有藍特光學 大力光 鏡頭模組 LG 全世界採用Type-C 供應商 真偽跟宣德 這幾個股票基本上都沒什麼動 沒什麼動 為什麼 因為銷量不是很好 根據本重性調查 全球經濟不好 今年手機需求是很低迷的 原本預期 iPhone15出貨量 差不多9000萬支 但是受到什麼 受到 有的沒有的一些影響 低延出貨 所以下就漲到8000到8400 也就是說什麼 光第一批的出貨就比去年差了 光第一批的出貨就比去年差的話 當然就是這個地方 對法來說就沒有吸引力的 因為你市場上已經在低迷了 市場上已經在低迷的話 你第一批出貨 出貨又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沒有成長性 那你沒有成長性的話 所以你看講一堆 沒有的 本中性 中性看待手機產業 中性看待 同學什麼叫中性 結果反而報告裡面 除非寫買進 或是說強力買進 只要他沒有寫這兩個 這兩個部分 要嘛就買進 要嘛就強力買進 只要他沒有寫這兩個東西的話 就是他的看法 不是屬於這兩種 就是叫你賣賣了 你聽到為什麼 所以看中利跟看賣出 是一樣的 你聽到為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反而報告有分好幾種 就是他們那個平等 有什麼中利持有 對 然後那減碼 買進 強力買進 只有買進跟強力買進 就買這 就是買方這邊 就是就拜賽這邊 不管是拜賽 都一樣 只有買進或強力買進 等一下才會看 然後就看內容怎麼樣 只要不是寫這兩個的 什麼中利 持有 什麼什麼什麼 就跟你賣買了 你聽到什麼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就手機的部分 可能他怎麼樣 可能他就不是 不會是接下來亮點 所以 所以像我們在跟大家做分享 同學我除了講AI外話 講什麼 講車電跟什麼 跟車電共網通 怎麼沒有蘋果 就沒有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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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如果寫好 我們再看 就沒有蘋果 沒有蘋果怎麼跟你說好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話的話 同學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明天基本上還是震盪盤 市場上其實市場上應該明天 就有人會開始賭了 賭什麼 賭晚上輝打會講得好 其實現在只有兩派 一派看你三政的 一派看你全壘打的 基本上就只有兩派而已 沒有什麼看你打 一臉安打二臉安打 沒有啦 要不然就全壘打 要不然三政 所以明天會有壓寶的 壓對了禮拜四 可能就是大長特長 如果壓不對呢 壓不對 如果輝打講得不好的話 可能就會失望性的賣壓 台股方向應該在禮拜四就會出來了 如果說禮拜四方向是正向發展的話 同學禮拜四方向如果是正向發展的話 不要忘了喔 投信買的這些股票 不管說他是買AI還是買網通 還是買車電 這個氣勢如果出來的話 會延續到什麼時候 延續到九月份 九月份 九月份是投信反而作帳 所以如果是正向發展的話 你賺錢的機會就來了 你知道嗎 你賺錢的機會就來了 當然你不知道怎麼買的話 張太雙手歡迎你 我個人是看好的 所以重點是什麼 買對股票 把錢的股票先挑出來 把會長的股票 有機會長的股票挑出來 基本上這個就是操作方法 不是看大盤 大盤其實也不用怎麼看 你懂我意思嗎 主軸他一定會有維繫人氣的 你把這個維繫人氣的找出來 那個往那個地方擠就對了 其他那些沒有人氣的 其實也不用看 什麼車電啊軍工那些 基本上都炒完了 炒掉了 現在都沒人家了 生技也一樣 現在都沒人家了 不流行那個東西 好不好 有超多方法 結果獲利那個就我下一支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小鈴鐺 我們節目給你喜歡 第四間推播通知你 我覺得各位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懂來掌握之先助 大家明天好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